開始泰國買樓在家學的第一集 第一集我想要和各位觀眾做一些誤會的澄清 這個誤會也很大 不過這個誤會不是關於我們萬谷買樓123和客人之間的誤會 反而是你們對萬谷樓市的誤會 其實也很普通的 很多時候我們外國人去到不同的地方買樓 都會硬硬地把我們自己認為對的標準 硬硬地加入到另一個市場 買日本樓又要這樣,買泰國樓又要這樣 總之覺得香港那套是唯一的標準,那就錯了 你要明白,別人有別人的玩法,對吧? 所以我們一定要從本地去學習 了解地位的人實質的需求 當然了,你說你買樓是真的作為自己的後備家園 自己住的,我經常說那句,你買什麼都可以的 可能真的以考慮你自己的生活方便程度 你自己的生活圈去做那個離定 不過如果你是買來是會想出租的 是買來投資長遠使用的 那你就真的要以泰國樓的標準去看 所以今集我就會澄清一些 我們香港人經常考慮 投資泰國樓所說的標準 其實是一個誤會來的 其中最大的誤會是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很多時候的客人就說 我一定要接近BTS的 最好在一個站旁邊 當然如果你的預算是可以買到在BTS站的旁邊 一定有一定的價值保障 亦不會說買錯的 但是是不是就是唯一最好呢? 我認為未必是 說實話,我在曼谷也算是收穫了兩三年 亦都接觸了很多地位的經驗 其實我看到真正容易出租的房子 反而未必一定是在BTS很近的距離 首先,第一件事要搞清楚 BTS已經不是曼谷唯一主要的鐵路交通 馬上通了車的就是藍色循環線 這條線是會令整個曼谷的交通有很大的影響 再下來就是明年通的黃色線、深紅色線 這幾條線都是將曼谷本來已有的人口集中地串連起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買鐵路 也不是一定要選擇BTS 這條鐵路絕對是可以的 Yellow line、orange line 趁現在價錢便宜去買亦都可以 因為它的方便程度絕對不亞於BTS 這是大家第一個要考慮清楚的澄清 第二點